77. 中國時報 高鐵干擾通宵鎮手機憑斷訊列車經過為阻斷通訊訊號立為邀請電訊業者與N.C.C. 現意解決方案 2015年7月27日圖竹苗新聞 C.E.B. 江思竹通宵鎮城北雷受到高鐵影響的不只是噪音,連手機通訊也受阻,列車行經通訊就斷訊 不只通話中斷,上網也會停頓,李文要透過N.C.C.找出通訊中斷的問題,找回良好通話品質 每次電話斷訊,就知道高鐵力車要來了,成北里長沾親黃雪 去年6月之前通訊情形活者魔糟,頂多偶爾通訊會中斷,但後來通訊情形越發嚴重 手機雖然隨身帶,不過不會響,記者實地採訪發現,手機信號滿價 但就是接不到電話,離開歌鐵源線後,畫面頓時跳出未接來電 對此,沾親黃雪,剛開始以為是自己手機故障 換了兩隻手機後才知道時通訊有問題 兩週前,立委陳超明到尖虎討論時,電話也時頻頻斷訊 立委辦公室也邀請五大電訊業者及N.C.C.等關心邊鄉收訊不佳 預計下週可有初步結論 尖春黃雪,之前因為電話接不到,網路也不穩 中華電訊增派人家裝強波氣,不過效果僅限在室內 一出家門又沒收訊,也判公布門查找出問題,解決民緣 通訊問題害我少了好幾筆頂單 尖春黃經營油壓舞台工作,仰賴電話接頂單 去年起經常被客戶規懲,賺飽了都不接電話了 他才經各手機不通,尖妻說,曾有人要找丈夫開會 但丈夫在高鐵橋下與李文聊天 他連打二十多通電話都沒人接,只好騎車去叫人 懷疑收訊問題跟去年高鐵架設機地台有關 尖春黃雪,通宵鎮城北、城南、鎮頭、烏眉福龍等百里里長已組成聯議會 若政府未能好好解決,不排除成立自救會 a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